十股乐团的鼓声震撼人心 悠然紧致陈霄远 学生们朗诵出桃园大圳的美丽 乐声中还有书法大师现场辉豪 写下百年璀璨四个大字 为活动揭开序幕 请散在这边土地 台上贵宾江水倒入稻谷中 象征百年浚流水则子苗 庆祝桃园大圳通水百周年 农业部农田水利署桃园管理处 在石门水库举办2024寻找水利 渺渺生活节 现场除了有剧团的精彩演出之外 还有绘画竞赛 中奖金超过23万 吸引不少民众报名参加 今天我们有写生活动跟这个 所有的摊位 那我希望来那么多的亲朋好友 大家好好逛逛 也多了解我们石门大郡 跟桃园大郡 跟石门水库 对于民生农业工业用水的重要性 桃园大郡于1924年通水 是当时北部最大的工程 农民有了水可以灌溉 也让桃园成为北部的最大粮仓 现今灌溉面积近2万公顷 面对气候变迁的挑战下 稳定供水成了最重要的人物 桃园大郡这100年来 用灌溉我们民生农业工业用水 100年来都没有间断 每年大概有3亿吨到4亿吨 也就是说这100年来 已经300亿吨到400亿吨的供水 桃园大郡通水百周年 纪念系列活动 从6月到12月 借由活动 让民众亲近水俊 了解水利设施 对生活的重要性 民事新闻赖国兵陈子平 桃园报道